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又有一個朋友在問我說 他到底要不要嫁網站,要不要嫁網站 我說你為什麼不嫁網站 他說因為我有臉書,我有粉絲團 然後我現在又有那個LINE AT的生活圈 所以他用LINE AT的生活圈就可以收集到粉絲 就可以發布訊息給粉絲 然後有粉絲團,臉書的粉絲團 他也可以透過粉絲團去跟客戶做互動 然後也可以在搜尋情上面呢 搜他的關鍵字就可以找到他的粉絲團 他講的都對,沒有錯 因為在搜尋引擎上面搜尋你的關鍵字 的確能夠很快找到你的粉絲專頁 臉書的粉絲專頁有這個功能 但是臉書的內容,裡面的內文就不容易搜尋到 但是臉書的那個名稱很容易被搜尋到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關鍵字很容易被搜尋到的話 有一個技巧就是你去成立一個粉絲團 臉書的粉絲團 而且這個粉絲團的名稱 這粉絲專頁的名稱就是你希望被搜尋到的關鍵字 這樣你就很容易被搜尋到了 但是呢 你如果沒有一個自己的官方網站 自己的個人的專屬的部落格的話呢 我會覺得有風險 而且你沒有辦法讓你的觀眾 你的客戶 你的潛在客戶 訪客 容易的去認識你 因為呢 你自己想想看臉書的粉絲團他是不是不容易有那些選單 你沒有辦法像一本書一樣 像一本書他上面都有 譬如說一本雜誌或者一本書籍 他前面都會有index 就是導覽列 然後告訴你第一張講什麼 第二張講什麼 第三張講什麼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網站的話呢 你就可以很條列分明的告訴 告訴所有的訪客 首頁我有哪些內容 然後自我介紹頁我有哪些我相關的自我介紹 或者是公司企業品牌的話 有一個公司簡介 公司歷史嚴格等等 就會讓人家很一目了然的知道你公司的歷史 或者是你個人的自我介紹的呈現 你提供的服務項目 還有你提供的產品有什麼 那都可以在一個網站裡面呢 去很詳細的把它條列出來 那今天如果我是訪客的話 我不是很希望在臉書粉絲團 去看你的那些資訊 因為很亂 很亂 臉書的粉絲團 他是一個跟客戶可以互動的一個平台 他並不是一個可以條列分明 把所有你想讓客戶知道的所有事情 很條列分明的列出來 不容易 因為他沒有那些選單選項啊 所以很難 那你希望快速讓客戶了解你 還是讓客戶一直摸索 然後去瞭解你 從片段很多碎片的記憶去把你兜起來 這是很不好的事情 今天在網路上做行銷 最難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相信你應該知道 最難的一件事情就是讓客戶相信你 也就是達成你和陌生人的信任關係 這個信任關係很難建立 尤其是人跟人之間實體見面的狀態下 就已經不容易建立了 更何況在一個虛擬的空間 在一個虛擬的空間 連臉都沒有見到 也沒有互相講過話 所以呢 信任感的培育必須有一段時間 必須有一段時間的培養 那如果你能夠快速的讓客戶了解你的話 那你就贏了你的競爭對手一大步 所以你如果說你的競爭對手有很完整的網站 介紹他自己 那譬如說你是一個業務員 保險的從業人員 或者是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防重業的業務員 或者是你一個汽車銷售員 不管你從事什麼行業 你想要跟你的競爭對手競爭的話 你唯一要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如何在網路上 讓不認識你的人很快速的瞭解你 如何讓不認識你的人快速的瞭解你 然後跟你產生信任關係 如果你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話 那你就贏過你的競爭對手 那如果你只是純粹靠 如果這些社群平台的話 你給客戶的形象是比較片面的 比較片面片片段段 他沒有辦法在 譬如說我今天晚上要搜尋一個產品 然後我看到你的網站 我就可以很詳細的從頭看到尾 把所有你的資訊都瀏覽過一遍 可是今天如果你沒有自己的網站的話 我今天在臉書裡面 我看你的過往紀錄這樣零零碎碎的看 我實在是很難全面的完整的了解你 那第二個重點是你要有一個自己的家 自己的根的概念 因為從有網路有網站以來 網路行銷其實著重在於你各種跟客戶接觸的方式 但是呢最終還是要給你自己的私人網站 或者是企業的網站 不管你今天社群平台在怎麼發達 你都不能夠沒有你自己的家 因為你自己的家才是能夠百分之百掌控的地方 百分之百掌控你所有的資訊的地方 今天如果你 今天如果你被被污蔑了 然後你想要澄清 你可以在各個地方各個媒體澄清 但是唯一有一個地方是別人沒有辦法進攻的 就是你自己的網站 就是你自己的網站 所以所有的訊息呢以官方網站為準 如果你是主打個人品牌 就是以你的個人網站為準 其他講的可能都不算 因為有可能被人家亂寫 可是呢唯一有你自己的官方網站 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 除非你的網站被駭客入侵 除非你的網站被駭客入侵 譬如說我們政府單位國籍被換掉 但是一般人的網站 個人網站不太容易 那是另外一個課題 我們以前有講過 所以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網站 我今天一定要有自己的網站 那這次的 牛奶爸的新書呢 書名有點長 我覺得那不重要 反正就是跟 網路行銷有關係的書 然後呢 主要講Line at 生活圈還有 Facebook的廣告 兩個怎麼去做整合做結合 然後增加你的粉絲 那裡面我不只講這兩個工具 我還講到影片行銷的一些重點 細項 然後還有介紹我之前的創業 最緣起的一個新法 我覺得對於如果你想要在網路上創業 在網路上做行銷的話呢 我這十多年的經驗呢 我有很多部分 我有把它寫在我的心路歷程 我有把它寫在這本書裡面 那我這邊有做一個活動 就是如果你有買這本新書的話呢 然後你到網站上 到臉書上面去呢 把你跟書的合照 po到Facebook上面去 你把你和書的合照 po到Facebook上面去 然後你再私訊給我 你怎麼私訊給我 很簡單 你只要搜尋牛奶爸 找到我的部落格 然後加入我的臉書 你可以交我好友 那如果我們不是好友也沒關係 你還是可以發私訊給我 然後告訴我 你登在臉書上面了 那我會去看 我會去看 那如果你確定有做完這件事情的話呢 你就可以到我的官方網站來註冊 我會告訴你怎麼去註冊 然後我會給你一個很棒的禮物 這個禮物呢 我在書裡面沒有寫到 沒有寫到 就是我不希望這樣 我不希望 我在會員網站裡面講的一些事情呢 大剌剌的就曝光出去 那但是呢 這個行銷方式呢 它是很 它是很人性的私密面的一個 一個技巧 譬如說 我怎麼去接受廣播節目採訪 然後我怎麼讓 我怎麼 我怎麼讓出版社來 來找我出版書籍 還有我怎麼讓電視台來採訪我 這幾個技巧 我覺得這些技巧呢 是一般你在外面可能不容易學到的 不容易學到的 那我肯定是做對了某些事情 所以讓這些事情可以發生 所以我會在這個會員網站裡面去詳細的描述這些過程 那這是一種 一種心法 這是一種心法 一種策略 那我相信其他網路行銷老師可能很難告訴你這些東西 那如果你有買這本新書的話呢 你就照我剛剛的方式來做參加這個活動 加入我的會員 那我就完整的告訴你這些事情 這本新書呢 將會在12月16號上市 12月16號你就可以在博克萊書店 我會給你一個網址 你就密切注意我會給你的網址 你就依照這個網址去購買這本書 你就可以在網路上買到 然後直接到7-11去取貨就好了 12月16號新書上市 網路行銷八點檔 我們下次見 拜拜